HAPPY HAPPY BABY BABY 唱着跳舞动动脑玩游戏 憨你憨你 咕哩咕咕咕咕 摸摸玩玩乐 学习好开心 HAPPY 搂脑粉 踩踩踩 没有问题 不能够揭开 不必动手 交玩个游戏 从早到晚都充满火力 摸摸玩玩乐 越玩越快乐 大家好 我是柠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蓝梅姐姐 小朋友 赶快来跟着柠檬哥哥 蓝梅姐姐 还有摸摸一起唱歌跳舞 玩游戏吧 在唱歌跳舞 玩游戏之前 先和我们一起动动身体 做做暖身操 跟着我们动一动 动动身体好开心 踮踮脚 转转手 双手 甩一甩 踩踩脚跟 准备踢足球了 踢一下 换脚 准备踢足球 往上伸展 压压你的腿 压一下 准备换脚 再一次 往上伸展 压压你的腿 一 二 三 手插腰 好 准备弯弯腰 好 收回来 换边 好 打开手 认成飞机起飞 注意双手要保持好一直线 不要让飞机的翅膀崴掉了 往上慢慢地踮脚 加上跳 剪刀 石头 剪刀 石头 布 小朋友 做好了暖身操之后 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 玩游戏了吗 准备好的话 赶快跟着Momo一起 玩完了 Yeah 萤花姐姐喜欢看美丽的烟火 小朋友 你们也喜欢看烟火吗 Momo也喜欢看烟火 好像一朵一朵小花开在天空 Momo 烟火的确很漂亮 但是小朋友 我们都要记得 在观赏烟火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样子也比较安全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跳这首 烟火 好多的烟火开在天空 好多的烟火开在天空 好多的烟火山花朵 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多美丽的花朵 好多的烟火开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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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看 一起看一看 看烟火多漂亮 好多的烟火开在天空 好多的烟火像花朵 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多美丽的花朵 好多的烟火开在天空 好多的烟火像花朵 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好多美丽的花朵 一起看 一起看 看烟火许下你的愿望 一起看 一起看一看 看烟火多漂亮 一起玩游戏 小朋友 來玩游戏 又到了哥哥姐姐最喜欢的 游戏时间 今天玩的游戏名称叫做 想像力發光 發光 就是希望小朋友 可以用你們的想像力 把一個看起來平常會使用到的 東西想像成不同 有創意的東西 今天的主題你們猜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毛巾 毛巾 是毛巾嗎 它比毛巾還要大 它是 浴巾 沒錯 是一個很大的浴巾 今天 還滿大的 不然你看 它可以把你全部都包住 它還不夠大嗎 它比你更大 真的喔 好 那你早點說 下次把你們家的浴巾帶來 今天我們就用 MOMO的浴巾 來玩想像力發光 小朋友 有信心嗎 有 好有精神 好 那一樣 檸檬哥哥我來擔任 裁判 評審 檸檬姐姐 有 有信心嗎 有 好 我也對妳有信心 她來加入你們 陪妳們一起玩喔 來 選手請就位 好 那我來到這邊了 來 超級大浴巾先給妳 馬上遊戲開始 左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變成什麼 它可以變成肥天魔毯 魔毯那要怎麼變肥天魔毯 試試看 有在地上 然後 然後 魔毯要怎麼變呢 很緊張啊 然後呢 可以再容納一個人嗎 可以 你 哇 好美的風景啊 我有巨高在 對 好 夠關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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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想要小朋友 來 預備 來 這邊呢 開始 就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變成什麼 它可以變成一隻手 對啊 怎麼變 對啊 捲起來 捲起來 你看 這隻蛇好胖 大蟒蛇 這隻蛇超胖的 要小心大蟒蛇喔 蛇都會怎麼樣 快把他拿開 回來 回來 很有創意 過關 請下一位小朋友 好了 預備 開始 做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變成什麼 可以變成雙結棍 怎麼使雙結棍呢 小心 所以這告訴我們 我們在使用其他的兵器的時候 要在寬闊的地方 對啊 也很有創意 OK 沒錯 過關 好 下一位小朋友 好了 預備 開始 做想想 右想想 他可以變成什麼 野餐店 野餐劇 店店喔 那有什麼野餐店呢 這樣啊 那有什麼在上面野餐呢 這樣啊 大家一起來 來 來 你一口我一口 來 好 好 過關 好 我們請下一位大朋友 好 是不是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想不出來 我試考 我努力 好 農夫姐姐 加油囉 好 預備 開始 做想想 又想想 它可以變成什麼 它可以變成龍捲風 怎麼變 看好囉 輕微的風 開始變囉 停 好 算你過關 小朋友來回來位置 在自己位置上 我覺得要先小朋友 自己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很多不知道 原來一個簡單的浴巾 可以變成 野餐店 變成 變成 一條繩 所以小朋友 也希望呢 你們可以跟爸爸媽媽 一起發揮創意 玩這個遊戲喔 小朋友們在家裡面 也可以想想看 除了浴巾之外 還有什麼也是可以拿來玩 想像力發功的遊戲喔 小朋友 今天的遊戲好不好玩 好玩 那我們再來用浴巾玩一次 好不好 好 這一次我也要玩 我看你們玩得這麼開心 我也要玩 好 摸哥哥加入 好 我加入 參戰 好 預備 開始 做想想 又想想 它可以變成什麼 它可以變成寶寶 不要哭 摸摸不哭不哭 眼淚珍珠 我是好寶寶 大家好 我是小蘭梅 你們有去過 運動場嗎 我最喜歡在運動場上跑步 還有打籃球 在運動之前 我會先穿好 運動服 運動褲 還有運動鞋 我還會戴我的毛巾 還有水壺 用來擦汗 還有隨時補充水分 運動之前呢 我還會做暖身操 這樣子運動的時候 才不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要跟我一起當個 愛運動的好寶寶 從早到晚都充滿火力 那麼快樂 一起動動腦 一起動動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櫻花姐姐 大家好 我是樂恩 今天我們要跟小朋友 一起來認識 不一樣的繪畫用具 他們畫出來的線條 會有什麼特色喔 樂恩 你喜歡畫畫對不對 對 喜歡 那接下來的這些用具 你應該都認得 我們來看第一張 這個圖片 這是什麼呢 彩色筆 那樂恩 你有用過彩色筆來畫畫嗎 有 彩色筆對小朋友來說 是可以很簡單使用的 一個繪畫用具 那接下來第二張圖片 蠟筆 喜歡用這個工具嗎 喜歡 喜歡 那我們再來看看最旁邊的 這個是什麼呢 水彩筆 那水彩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工具 來問一下樂恩 你用水彩畫畫的時候 擠完顏料會加一點點水 水 加一點點水去調 那你在畫水彩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把不同的顏色 加在一起 有 沒有錯 所以小朋友呢 也可以用水彩的時候 試著玩玩調色的遊戲 那麼今天呢 樂恩看一下 我們剛剛看的 這幾種著色用具 它們都是什麼顏色 藍色 對 它們都是藍色 那麼下面呢 可以看到 也都是藍色的 但是呢 仔細地觀察 會發現 它們畫的痕跡 看起來的樣子 有一點點不一樣喔 所以就要請大家 仔細地看一看 你覺得 上面這些 著色用具 畫出來的線條 會是什麼樣子 樂恩 準備好了嗎 好了 那一起開始 第一個選擇的是水彩筆 你覺得水彩筆畫出來的線條 會是什麼樣子 可以想想看喔 好 完成了一個 接下來你再完成的 這個是什麼 蠟筆 最後一個囉 看起來顏色都一樣 但是仔細地觀察 其實它畫出來的線條 有很大的不同喔 樂樂樂 你完成了嗎 完成了 不知道小朋友 是不是也都完成了呢 那現在我們一起來 仔細地觀察這些圖片 來看看答案 有沒有連接正確呢 第一個 還記得這個是什麼嗎 彩色筆 彩色筆連到的線條 樂恩選擇的是 最旁邊的這個 來問一下樂恩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是 彩色筆畫出來的線條 因為我畫畫的時候 就會用那個畫 然後我就會看起來 很像那一隻的顏色 樂恩平常畫畫有在觀察 因為彩色筆呢 也是他常用的一個 畫畫的材料 所以他可以看到 好像是平常的筆觸耶 畫出來的樣子很像喔 沒有錯 這個就是彩色筆 也會注意到 因為彩色筆的筆頭 它的大小比較一致 所以畫出來的線條呢 粗細寬度就會很統一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第二題囉 這個是什麼 蠟筆 蠟筆 樂恩的答案是這個 你覺得為什麼蠟筆 畫出來是這樣 因為塗色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那樣 對 會這樣子粗粗的 那小朋友在畫畫的時候 蠟筆的筆觸會比較粗一點 如果你要紮實一點的圖案 左色也可以多塗幾圈 它就會變得很紮實喔 再看看最旁邊的 水彩筆 我們來連連看 水彩筆連到的是這個 大家一起來觀察喔 剛剛有說到 水彩筆 顏料加上去之後 會再加一點點的什麼 水 加一點點的水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它在畫的時候 感覺旁邊有一些地方會比較淡 這是水彩筆可以做出來的效果 因為有一個地方水比較多 它就會比較淡 那顏料比較濃的地方 就會比較深 而且還有一點 你看喔 是不是這裡比較細 這裡比較粗 對 因為水彩筆在畫畫的時候 你可以看看你要畫得比較用力 往下壓 或者是提起來比較輕 它的粗細也會不一樣喔 樂恩 妳覺得今天的連連看好不好玩 好玩 今天跟著我們一起認識 不一樣的著色工具 畫出來的線條特色 下一次再跟著櫻花姐姐 還有樂恩 一起動動毛 拜拜 好 現在我們舉起雙手 一手捏住鼻子 另一隻手穿過去 畫我們都變成一隻隻的大象囉 大象 大象 你的鼻子怎麼那麼長 媽媽說鼻子長才是漂亮 可愛的小朋友們 你們覺得自己哪裡最好看呢 不管是小小的眼睛 還是大大的嘴巴 都是最漂亮的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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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鼻子怎麼那麼長 媽媽說鼻子長才是漂亮 大象 大象 你的鼻子怎麼那麼長 媽媽說鼻子長才是漂亮 一起聽一聽 一起聽一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香草姐姐 大家好 我是一姐 今天我們要來聽一聽 聽聽看是什麼聲音 這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圖片 有動物 有交通工具 有物品 小朋友 今天的任務就是要聽聽看 到底是誰發出來的聲音 再從這些圖片中找出來喔 像是你可能會聽到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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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朋友要仔細的聽聽看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那我們一起來聽一聽 是什麼聲音呢 一階聽出來了嗎 確定了嗎 一階選的是電話 小朋友你們也覺得是電話嗎 如果是的話 恭喜你們答對了 那如果在家聽到叮叮叮的聲音 就是電話聲響了 記得接起來的時候要說 喂 你好 請問你找誰 要當個有禮貌的好寶寶喔 再來我們來聽聽第二種聲音 欸 是什麼聲音呢 小朋友仔細的想想看喔 一階覺得是警車 小朋友你們也覺得是警車嗎 恭喜你們答對了 這個聲音呢是警察正在執行 宣布犯人時警車會發出來的聲音喔 今天我們學到了兩種聲音 第一個是電話的聲音 第二個是警車的聲音 小朋友你們也都聽出來了嗎 小朋友你們也都聽出來了嗎 下一次再跟著香草姐姐還有一姐 一起聽一聽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小檸檬 你們有在路上遇過陌生人嗎 陌生人就是你不認識的人 就是陌生人 如果有遇到陌生人想要靠近你 甚至想要帶你離開 說要帶你去買糖果的話 千萬不要跟他去啊 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要趕快到人多的地方 並且找大人來幫我們的忙 這樣子才是一個 不會讓爸爸媽媽擔心的好寶寶喔 摸摸玩完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沒有問題不能夠解開 拜拜 動一動手 交玩的遊戲 拜拜 從早到晚都充滿火力 拜拜 摸摸玩完了 小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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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檸檬